多多的上海 冬雨绵绵 气温骤降 这部12月4号晚上 现身上海的秦岚就在寒风幸运中 是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也是接受了采访 这个经历别提有多难忘了 来听听看 今天下雨了 大家还在现场非常感谢 非常开心地过来到上海 天空不作美 下着大雨的同时还刮着大风 相较于媒体朋友们 穿着雨衣打着雨伞 出席活动的秦岚 仅仅身穿着黑白拼森的小礼服 稍显美丽动人 然而这对于 已经连终穿工作多余的秦岚来说 算不上什么辛苦 自从秦岳 秦岚在演的《沿喜攻略》播出后 她饰演的《复查荣音》 也被观众所喜爱 非常感谢这一年让我收获了《复查荣音》这个角色被大家的认可 然后现在的工作依然是一个好宠玩乐 然后我觉得2018年是我收获的一年 本宫只能管理好六宫 为君主免去后顾之忧 这是本宫唯一能为国家 为百姓做的事 其实我已经拍戏拍了有18年了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的本身 就是一直要确定自己还热爱这个职业 热爱你去每一次塑造角色的这种初心 心情上没有过多的变化 只是工作的脚步要快一些 对于从前的我有点懒懒的我 现在就是每天的工作把牌子比较晚 齐拉深知作为演员没有好作品与深入远心的角色 无法走得长远 她这拍戏的脚步也是一个未停 目前就正在和近东搭档拍摄电视剧《人民的财产》 《人民财产》这部戏 我觉得挺颠覆我从前的一种 演绎的一种稀缺吧 挺有趣的 我们两个饰演的这个夫妻很不一样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吧 但我觉得东哥还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然后演起来两个人也是很有默契 闻鱼新的地 上海采访报道